他是一位勇敢维护和平的先知 我希望可以报母他的方宗 为促进民族间的和平而努力 教宗本督十六世来自德国 两次世界大战的要国 而他做了教宗之后 就用了一位和平守护者的名字来开始 本督十五世曾经警告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 黄这一场是没用的杀禄 战争结束的时候 他要战胜国 不要侮辱战败国 但是被当作以边缝 德国的伤口最终不要遇合 二十年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 1939年9月 希特拉入侵波兰 若失拉辛格当年只有十二岁 看到父母受苦 也知道前途的日子不会好过 拉辛格一家 彻底反对纳税 他父亲是警员 为了逃避 被吸纳到中医部队 和国家社会运动中 于是他提早退休 拉辛格一家生活非常简朴 父母较辞结婚 生小朋友的时候年纪也较大 他父亲曾任职公职 在六十岁的时候退休 当时纳税掌权 他不愿意为这个政权服务 当时 希特拉令整个德国 差不多没有自由发言的空间 不支持政府的人会自动消失 希特拉不断加紧宣传 推行军国主义 强逼满十岁的小朋友 参加纳税少年团 要了解极权下的社会并不容易 意思是说 他们明知小朋友是家庭的宝贝 仍然将它捉走 他们要占有小朋友 首领要将德国文化 变成极端狂义的纳税 于是政府开始焚书 装学者囚禁在集中营 当时少年约室 开始接触古典希腊和拉丁文学 年轻的拉申格被逼入五 他很不情愿地参加了希特拉青年团 而事实上 他一次都没有去过集会 也都没有领取团整 由四四年七月到四五年五月间 丧生的人比三九到四四年多很多 说起来真是令人心寒 希特拉发起总动员 他们甚至征召六十岁以上的人 他要老人 也都要小朋友 1943年纳税政府强迫青年参加反空炮击队 希特拉申格当时十六岁 在慕尼克附近 做了反空炮兵连副官 以后他怎样都不能忘记 光炸的时候 四周的人脸上的恐慌 他曾经跟其他人说 他自小身体比较瘦弱 从没强壮过 之后数学表现不错 他很喜欢计数 他根本不动弹弹弱 因为对他来说太重了 他之后从事一些较轻便的工作 回到慕尼克 他看到一片荒凉 家庭破碎 几个月之后 他到了维也纳和萨尔斯堡 心中感到同样的悲凉 这两个有着文化和音乐传统的城市 是他所向往的 有一晚部队突然被召列队 长官一一点名 问大家是否自愿参加特种部队 若瑟拉申格说不想 因为他想做神父 部队的长官和伙伴都恥笑他 大战尾声时 约失逃离军队 他知道如果被发现 会立刻被枪毙 虽然他碰上了陈景 但因为手臂包着绷带 就顺利通过了 几个月后 联军在他家中把他逮捕 把他压在露天的囚犯营当中 和另外五万名士兵一起 他随身带着笔和记事簿 用古典希腊文写诗放松心情 跳望着远处乌墓主教座堂的尖顶 自我调制一下 在那个充满暴虑的年头 这个景象使他想起 以宗教信仰为本的人类 人经历了战争和屈辱 当一切都溃败落来 整个虚偽世界都溃败落来的时候 还剩下什么呢 一个人能够做些什么来维持自尊呢 我们能够说 当所有东西都被写了 在德国之中 还剩下的区域 吴纳粹摧残了不少国家 同样日后苏维埃共产主义 都是靠着谎言和残忍 将德国东边一半变成监狱 这些事颠覆着人生 使少年约失更加坚定地 愿意将生命为真理和和平贡献出来 大战结束之后 他和同学一起重建忽赖身的修院 这几年的高峰 就是他称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1951年6月29日 聖伯多禄及聖保禄尖礼日上 冯哈伯书记主教 及年轻的药室佛首 促姓他为神父 这位书记性格沉实 强烈地反纳粹 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药室一开始 就在教学上出类拔税 主教邀请他为修生授课 与此同时 约失准备考大学教授资格的平核史 约失逐步实现做教授的梦想 只是有一项学术上的瑕疵 几乎使他前功尽废 拉申格将论姓文德的论文呈交大学 就被一位著名的教授 认为太创新而语以流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